我們主要會希望增加總共幾個功能 包含就是說 我希望 在這邊先產生那個 班級123班 在L1 L1的地方 其實我是從A欄把它複製 貼到L欄這邊 貼上之後的話 我再利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遺囑重複 把這邊留下123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反正就是在L2到4有123班 那為什麼要需要這123班 因為我待會會用到就是說 我希望批次新增工作表 那第一個 我按下它之後你會發現 這邊會123班就出來了 不過目前的話是空的啦 因為 我們待會還要再結合篩選 就是把一班貼過來 把二班資料貼過來 三班資料貼過來 但是我們先不要做這麼複雜吧 我們如果今天我希望可以先幫我增加 三個工作表 那該怎麼做 那第二的話就是說 我要刪除 把這三個刪掉 OK 那第三個才是什麼 把新增結合什麼篩選 變成分割 結合篩選 那就一 就是一班 二就二班 三就三班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先把這個刪掉 因為它不能重複 因為如果你名稱重複 你再按一下 它就會出現說 一班名稱重複 不能再多一個 所以 那怎麼做 首先我剛好提到 按下這個 123班出現 那把它刪掉 那首先的話呢 程式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批次 首先的話呢 我就是在這個地方增加一個sub 這個sub的話呢 名稱叫做 批次新增 這個工作表 那這邊注意喔 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們重新再來過一下 OK 那我剛好提到了 就是說如果你要新增的話 這個地方一定要記得一個 一個物件叫 要蓄詞 點add 蓄詞指的是工作表物件 add是新增工作表 那因為我要新增到後面 在這裡 所以我們用什麼 apt 所以你打一個apt 在哪一個 後面呢 那其實理論上 我們如果 新增一個 假設現在是一個 所以是在第一個的後面 所以你跟他講說 蓄詞1喔 可是問題你再新增一個 他就變成 我們有兩個 那可是如果你還要在 最後面的話 其實理論上 這邊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一個 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 我覺得還蠻值得記的 就是說 我們直接放到 工作表的最後一個 那工作表的最後一個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叫蓄詞 挖壺之後的話 OK 那我直接告訴他說 反正呢 我 工作表有幾個 反正你就幫我 放到最後一個 怎麼知道哪個是最後一個 你再打一個蓄詞 蓄詞裡面有一個屬性 就是叫做點count 你會把它點下去 蓄詞點count 那蓄詞點count 其實 他回傳的話 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裡面 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那也就是說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現在 是一個 現在一個的 那這邊裡面就是1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多了一個 那就變2 所以你會發現 基本上就是 工作表總數啦 那也就是說 永遠是放在 工作表總數的 最右邊 所以他一直都會放在最右邊 OK 那所以我建議啦 你可以用蓄詞點count 比說你還要再去想說 到底喔 現在的最右邊那個工作表 是第幾個 麻煩 我要去想 所以最簡單方法 你就是用這個方法 蓄詞點count就可以了 他會跟著你現在的工作表數量 去做調整 OK 所以呢 我如果新增 可是問題喔 我第2步 我還要再做一個事情 什麼 我要重新命名 那重新命名我剛好講都講過 就是說 那我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名稱的話 可是問題來了 他 去此的名稱 哪一個的名稱 挖胡 可是問題來了 那問題是 我 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要叫 是哪一個的工作 新增的那一個 可是問題新增那一個 是第幾個 有時候也是很麻煩 所以有時候我用另外一招 一樣 上面這邊是 血點count 對不對 這個地方你也可以 叫做血點count 為什麼呢 因為新增之後的那一個 一定是最後一個 這樣的話呢 新增到那一個 剛好又最後一個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後面再加個點面 再去更改他的名稱就可以了 那名稱的話叫什麼 基本上 我的名稱 就是根據這邊 那這個的話 他的儲存格位置 剛好就是 如果是第1班的話 那我這邊就是 用 用range 也可以 或者是 你用sales 比如說 我儲存格的話 那應該是什麼 第幾列呢 第2列 的 L欄 那我假如說現在這樣應該是抓一班 所以新增完之後應該一班就出來了 所以 這個我們看一下 按F8 新增一個 那目前呢 去點count 如果還沒執行他一個 可是你如果 執行過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去點count 現在的話呢 那就會變成兩個 又要多一個 那我如果要把名稱 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 那個什麼呢 L 2裡面的名稱的話 如果你現在執行你會發現 他會出錯 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 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 工作表 只要新增之後 他 就沒有辦法存取到他原來的工作表 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呢 你新增過之後喔 你記得要把工作表 前面再加上哪一個 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你要在前面加上哪一個 工作表 那因為理論上我們是放第1個 所以我就在這邊加一個 sheet 瓜糊 第1個 特別是要我那個 我的資料 不是在現在這個工作表喔 而是在 第1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個儲存格喔 所以你如果假設 你要重新命名的話 那記得這邊要加上sheet1 的 L2裡面喔 所以你現在重新命名的話 你會發現喔 一般部分 就OK了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二班三班也要這樣做的話 那我該怎麼樣 可以讓他 快速的就完成這件事情 那其實喔 再來的話當然你可以跑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呢 基本上喔 可以在這邊呢 加一個 for i 等於第幾列呢 我們基本上跟 根據這個啦 2 3 4好了 OK 那我 這個範圍是第2列到第4列好了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那接下來的話呢 把中間這兩行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按個TAB鍵好了 OK 那這樣的話 我就把這邊改成i 有沒有 第一次的話呢 是 叫做什麼 叫做 一般 然後再增加一個的話 叫二般 再增加一個叫三般 這樣不就OK了嗎 好試試看喔 理論上這樣就寫 但是呢 寫完之後 我記得喔 你名稱不能一樣喔 像這樣我直接執行的話 應該會BUG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喔 這個名稱呢 如果還叫一般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已經存在啦 你要用別的名稱 所以喔 假如你要在run的話 記得把這個 工作表先刪掉 不然的話 他會重複 那就出錯了 好 那我們寫完之後 其實理論上應該這樣OK了 所以我把它跑一下 跑的話如果不確定的話 記得按F8 先增加一個 在最後面一個 然後呢 把這個最後面這個工作表 命名叫一般 一般 好一般有了 彈回去 換I等於 變2變加1變3 然後在最後面再增加一個 然後把最後面那個名稱叫二般 OK然後換下一個 再來的話呢 再把最後一個換三般 好了 跑完了對不對 那跑完之後呢 一般習慣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可以讓他在 郵標再放在第一個工作 不然的話你可能最後你還要自己在手動點一下 所以比較貼心的做法是什麼 幫我點回去第一個工作表 那其實寫法就是什麼 Shit 然後面的話呢 刮弧 第一個工作表 然後怎麼切回去呢 很簡單 就是點slate slate就可以了 你把這邊加一個slate 他就知道說 我幫你把它切回去了 OK 所以 去折1點slate 這樣就切回來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把批次新增部分就完成了 OK 待會我們再來看批次刪除 因為呢 如果每一次都要新增之前 其實理論上最好如果你要防止bug的話 最好你就是再寫一個批次刪除 或者甚至你乾脆 在這開頭的地方 乾脆就直接什麼 打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乾脆批次刪除 就是你在新增之前就直接刪 不然的話你 如果忘了刪除的話 那很容易就造成 錯誤了 OK 所以 如果假設你這樣執行 如果你再執行的話 因為他 預先一定會先刪除 才會新增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樣的 程式 基本上就比較穩當 請各位試試看 先建一個 所謂的批次新增工作表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地級 在這裡 OK一模一樣 在第五頁的地方 關鍵的地方 其實 就是 記得 你們如果要run之前 記得要先在L 1到4加上班級 123班 不然的話 待會可能會出現錯誤 OK 試一下 那如果懂得批次新增之後 待會再來批次刪除 刪除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新增 加上篩選 就可以把資料放過去 喔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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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